這次剛開始收到封面主題的時候 是有關於神秘學方面的主題 找了很多個方向 有薩滿 有水晶 然後一些塔羅牌之類的方向 但最後從道教 五行跟八卦 去做為這次的主軸 所以畫面會有很多用顏色來比喻 用元素來比喻 在一個畫面面去透露五行相生的觀點 來表達這次二月號的主題 然後這次有請溫度物所還有碩琳他們 準備了一個製作一個胎球 然後是一個球體 原本是預設一個黑球 但是想說它如果是從植物 五 五行的木跟土去發想的話 那我把一顆球布滿 然後布滿很多青苔 然後再加上長一些 長出一些奇怪的絕類 那在畫面裡面我想是一個蠻有趣的 然後搭配等元素去做結合 這次用時尚的方式去呈現東方神秘學 那希望帶給讀者一些不同的感受 好好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